各位同学大家好 那这个在考前过程当中里面的话 我们为你们准备了一个就是我们考前的复习的一个重点的部分 那针对考前复习的重点部分的话 我们再把我们所学的部分 好好的给弄弯一次 临阵磨腔的话不亮也光 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里面的话 我们可以从这里去找到我们之前所学不好的地方 在家里把它给记住了 那就OK了好不好 所以这是第一科的一个复习部分 我们来接着往下看一下 来 第一个重点过程当中里面 我们来看一看宇宙组织的部分 在这个考题里面的话 经常有出现它的一个大小的一个区分部分 所以从一开始的这个卫星部分 卫星部分我们一直往下延伸比较大的部分 那么往下延伸比较大的部分的话 我们可以往下看下来 这个就是我们的行星星团 接着往下看就是我们的星系 所以这一个过程当中 你一定要记住它的一个大小的顺序 这个参考出来 卫星 行星 恒星 星团 星系一直到我们的星系团的部分 再到宇宙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的一个 由小到大的一个组织体系 从比较小的到比较大的一个组织体系 这个大家一定要了解的 要索备它 那在我们这个体系里面的话 就是以地球为主的 以地球为主的话 我们看一下 比较小的就是我们绕着地球跑的 我们称它叫做月球 接着往下月球再往上 变成我们的地球 那地球在绕着太阳系来旋转 那太阳系往上的话就变成一个比较大的 叫做银河系 所以银河系的话是我们的一个星系的一个组织单位 那本星系群就是我们的星系团 再来就是我们宇宙的部分 所以它相对应部分 你一定要记住了 从我们的本星系群 就是我们的星系团 而我们的这个银河系的话 是我们的星系 我们的太阳系的话 只能算是恒星 注意哦 它只有一颗恒星 所以它的宇宙组织单位 只有是恒星部分 而地球的话 就所属的就是我们的行星 还有就是我们月球 就是我们的卫星的部分 那依此类推相相关的考题 我们就可以解决了 这是宇宙组织的部分 还有我们这个体系 跟它相关对应的 而底下的话呢 是它的大小部分 包括半径的6371公里 那一道直径的80AU的太阳系 这大概知道一下 这种是比较琐碎的题目 那银河系的话 直径大约在10万光年 本星系群包含了 我们的银河系 大小麦哲伦星云 等等这些 还有仙女座大星系 直径大约在300万的光年 再到宇宙我们100多亿光年 这都是我们的一个重点部分 那接着呢 再把它往下看下来 往下看下来 这里呢 第二个重点 哈勃提出了一个理论 就是我们宇宙形成的一个理论 叫做宇宙膨胀说 宇宙膨胀说 这宇宙膨胀说呢 一开始的时候的话呢 我们这个宇宙 它本身是一个原始火球 这原始火球的话呢 温度非常的高 体积非常的小 密度极大 密度极大 就是一个原始火球 那受到一个外力 这个外力呢 我们目前还不知道 就是在100多亿年前 它就爆炸开来了 所以呢 在这100多亿年前的话呢 它爆炸开来 瞬间爆炸开来 再往外飞奔出去 飞奔出去之后的话呢 就形成了一个叫宇宙雏形 膨胀 经过11年的碰撞 合 分 分 合 之后的话呢 大约在11年的一个时间里面 它呢 形成了宇宙雏形 以什么为标准的呢 请各位同学一定要记起来 非常重要的 它是以氢根氦为主的宇宙雏形 以氢根氦为主的宇宙雏形 所以这氢根氦的 基本的状况里面 把宇宙的一个架构给架构出来 那之后的话呢 再按照这个雏形 往外持续的扩大 变成今天的规模 那今天的规模之后的话呢 它就一直往外嘛 所以膨胀 当它的体积变大 温度开始下降 温度变得非常的低 今天的话呢 我们都可以了解到的 就是它3K的背景辐射 所以温度是非常的低的 宇宙空间是非常的低的 它密度是非常的大 而且 密度 这个是体积非常的大 密度非常的小 而且激进真空 所以宇宙之间 它几乎是真空的一个状态 那这个就是一个叫哈勃提出来的宇宙膨胀说 从一开始原始火球 受到外力 砰爆炸开来 温度很高 体积很小 密度也很大的 那爆炸开来之后呢 到最后变成温度很低 体积非常的大 那密度非常的低的 这一个宇宙的形态出来 所以这是哈勃提出来的 这个也要稍微记一下 哈勃 宇宙膨胀说 宇宙膨胀说 这就是它一个重点的部分 所以它的一个流程也要稍微把它记一下 因为今天是复习 所以我们的步调会比以往来的快一些些 因为在考前之间利用这几 短短的几个小时 帮各位也复习起来 那第三个重点的话 来我们看到 恒星的距离非常的遥远 距离我们呢 恒星距离我们呢 通常是以光年来记 所以它本身的话 以光年为单位 光年为单位 最近我们一颗还有4.2光年 最远离的有100多亿光年 那你根本就看不太到 所以这是以光年来做单位 光年来做单位 所以夜间你所能够看到的现象 通通是过去式 这个在我们之前重点我提到 它通通都是过去式 都是过去式 也就是说 当场底下 如果我们现在在外面夜晚 看到天空当中里面 有出现了一个现象的部分 我们所指的天空 哇 星体爆炸 这星体爆炸这件事情 是过去式 是过去式 因为它可能从4点多光年 60光年的地方 把这个现象传递过来 以光速来前进 也要有 比如说60光年 它就要传了60年 才会到达我们这边来 也就是说 这一件事情 是在60年前发生的啦 在60年前发生的 所以记住 这个也是曾经在 我们的会考 之前的 基策考过的题目 之前考过题目 所有看到的 通通为过去式 通通为过去式 那宇宙基本组织 再提醒你一下 刚才已经有在 这个上一题里面有提到的 是以氢跟氦为主的 是以氢跟氦为主的 所以我们宇宙当中里面 大部分都是氢跟氦 将氏个氢融合成一个氦 进行合融合的部分 再不断的去演化 变成碳 氧 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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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在产生 这一个 它的一个 星体的部分 碰撞之后产生 热量 热量部分 所以在这里的话 这是我们的 这一个 重点的部分 这重点的部分 再看到我们的 第二个重点 总共 老师帮各位同学 用这一个所谓的 重点 归纳出32个重点来 这32个重点的话 在考前一定要好好的 努力把它给记守 说刚才的宇宙組織 来 往内缩 往内缩的过程当中我们可以发觉到 我们是所处在一个太阳系 太阳系的一个环境里面 所以太阳系里面第一个容易考的 就是它的先后顺序 先后顺序 第二个容易考的是 它的先后顺序 排列先后顺序从内往外到底有哪些 那这个重点的话 这不用我讲 同学一定要会 不要学完了第一科 这个却是不会的 所以第一个部分的话 从最内部的叫太阳 我们宇宙本体太阳 它本身就是一颗恒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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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这个恒星的话 是主导所有太阳系里面的一个引力 抓住周遭的星体绕着它来旋转 所以从里面出来 第一颗是水星 第二颗的话 是我们的金星 第三颗的话是地球火星 这四颗我们称它叫做 类地行星 这四颗我们称它叫做 类地行星 八大行星里面的分出 有四颗类地 四颗是类木的 那往外的话有一个分界 分界过了之后的话 就变成木星 体积变大了 所以这个是分界 分界就是我们的小行星带 有的版本写下叫小行星群 OK的 这是OK的 那接着往下的话 出来是土星 就看到土星环 这最具有星环的一个构造 其实我们的内幕通通有星环 只是少跟多 看得清楚看不清楚而已 它们通通都有 接着是天王海王 最后一颗的话 叫冥王星 这一颗在2006年被除名 2006年被除名 降格 降格 所以这一颗的话 就变成不是我们的行星 八大行星之一 它是降格变为矮行星 注意到现在目前是几大行星 八大行星 外面这四颗同颜色的 我们称它叫做 类木 跟木星都一样的 体积都比较大的 叫巨行星的部分 这个东西就是我们的 类木行星的部分 所以记住 就是它的顺序 这是它的顺序 你一定要会 但是在最外围 还有一个 在从外围进来的 在从外围进来的 外围进来的是谁呢 这一颗 就是我们彗星 彗星是在太阳系以外 被我们太阳引力给吸进来的 偶尔进到我们太阳系里面来 成为某一个访客 人家来坐 不会一直都存在这边 但是它偶尔会被我们引力给吸进来 谁的引力呢 太阳的引力 了记起来 太阳的引力吸进来之后的话 这会心会往前跑 往前跑过程当中里面的话 形成的一个是长躲圆状的一个星体 一个运转轨道 再跑出去 再跑回来 再跑回来 这是它长躲圆状的一个轨迹 这轨迹非常重要 越靠近我们的一个内部的过程当中里面 尾巴会越长 越靠近内部 尾巴会越长 尾巴会变得更长一点 尾巴变得更长一点 越靠近我们内部的部分 尾巴会变得更长 但是呢 它的方向永远是背离太阳的方向 太阳在哪边 它是被热力给增散开来 所以当它到达某一个位置 要出去的时候 尾巴一定是背离太阳的方向 靠得越近 它的尾巴会越长 远离之后的话 尾巴会越短 到最后的话呢 又缩成本身的一团 出去而已 所以会心一进来 尾巴会变长 出去尾巴会缩短 如果在这过程中 它能够恢复成原状 那持续再被吸进来 出去吸进来出去 就形成有周期性的会心 我们称它叫 像一颗最有名的 76年来一次 叫做哈雷飞星 OK吧 好 那接着来的过程中 里面的话呢 我们往下瞧 往下瞧的话呢 既然这个样子的话呢 我们就把整个太阳系的成员 告诉各位 主体干里面 最大的就是那一颗行星 恒星的部分 叫太阳 再来又有八大行星 所以在这边的话呢 第一个 这就是太阳 最大的是太阳 家族里面的老大 太阳 接着的话呢 就是我们的八大行星 八大行星之后的话 就是我们卫星 绕着行星来旋转的 刚才主持有概念吧 再来的话呢 就是偶尔出现的 不常在的 像流星 课的友好的嘛 人可以来这些 好的 许愿星嘛 不好的 少把星嘛 惠星就俗称少把星 所以这是他的组成员 组成员 那目前就这样子 大约是两个重点 OK吗 各位同学一定要把它给记熟 从宇宙组织大的 到宇宙组织小的 我们必须要把这些内容 融会贯通 考试出来就不成问题 考试出来就不成问题 这个图要记起来 待会我们下一张的话呢 还有比较的题目出现